哈喽大家好 我们是画很多的小姐姐们 姑姑终于回来了 之前Gorman还在弹幕中召唤你 是的 我又来审判新剧预告了 去年reaction的时候 数是没想到2023年会有那么多 怠惰发气 今年看看我们能不能在预告阶段 就精准避开 等一下 按照我们的战绩来讲的话 我们只能精准踩雷吧 时长原因 本次预测依然分为 古装区和非古装区 对古恶没兴趣的朋友 请敬后我们下期视频 话不多说 2024打一波剧预测大会 GoGoGo 首先我们看到的是 狐妖小红娘之月红片 她呢是慢改 王一许又是她 买了这个系列的版权 月红片呢是杨幂加龚俊 竹叶片呢是刘思思跟张云龙 王权片呢前段时间 官宣了陈毅和李一同 当时网友那评 中年古偶全是30岁以上的人 来演小红娘 但是我听到这些配置 我真的一点都没有兴趣 但是感觉这些演人阵容路人看的会很多 他们路人盘比较大 对对对 而且就是感觉这些演单改的升咖好快 哈哈哈哈 月红片和竹叶片呢都是八五花打头 带一群糊糊的小生小花 俊男美女你们觉得算不算得上吗 还还可以吧这些人 我感觉他把这些年来演过古装稍微好一点的 有很多人的全部往里头塞 对现在我就是曾修 哇好多人啊 让我来审判一下 我连星是谁啊 哈哈哈哈 哎我觉得他还可以 他算那个新生代小花里长相比较大气的 一会儿那个少年白马醉春风里面好像也有他 好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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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望今年我一会儿多认识一个人 屠山妖狐传承树千载 哦终于有颜色了 不是青色的白色 是是 他叫红红啊 他就叫红红啊 那那个叫绿绿哦 那我嘿嘿 哈哈哈哈 哎这是那个谁吧 是不是谁的 哎 哎这是那个谁吧 哈哈哈哈 这是谁啊 哦 陈尧 对 哎不会就是在场的三个人 这是我这个人最多啊 哎这是那个 张林赫 哎 这个你为人是 他这个家型真的好美哦 哦好玩哦 但是张林赫的话我再一下觉得 就会脑子你是水牛 哎但是为什么就是永远就是在弹琴说爱啊 你们不去拯救一点苍生什么 他本来原来的故事也讲的这些 他爱上他要的这个 vet 不是 刚刚那个照片这个球真的有点 没 说他的造型会挺好看啊 对对 后面实际情还挺好看的 上在那个桥上的样子 感觉有点 就看 Muslim 他们就是一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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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欢天吸引 不欢了 不欢了 你看这个雪300 溅到那个球球上了 龚 Tac 在这里面造型还可以 我觉得怎么说呢 就感觉剧情上就是有点太 太单一了 我唯一觉得让我舒服的就是你们的装照 装照还可以 其实我觉得特效看起来也还挺舒服的 没有那种特别明显的科目图 因为这在2024年 2024还不进步吗 我跟你讲今天可能会有不进步的 我还记得2023年初 小黑还说他都是实景 狐妖小红娘月红篇 你们觉得怎么样 他会活吗 可能会吧 因为那个感觉那个阵容挺强大的 就是会路人去看的挺多的 不一定口碑好 但是看的人会很多 再说谁我不说 这个是竹叶片的狐妖小红娘 我们刚刚看的是 那他们演的是同一个人吗 不是不是 他们是另外一组的故事了 他们主线人物不一样 主演是刘诗诗张云龙 男主定张云龙的时候 本来粉丝不是很满意的 但是因为2023 全靠同行衬托 所以说粉丝觉得 其实一个普通的帅哥还是可以 然后他的配角依旧是 好多人啊 很像人海的 这个编剧的作品是七十吉祥和魅者无疆 其实我觉得魅者无疆还是挺好看的 七十吉祥的话这大家都有目共睹了 他的水准还是提起伏伏 就是等于刚刚那个拉了一批 俊男靓女 这个又拉了另外一批 俊男靓女 这个色调就跟刚刚就是不一样 刚刚那个是红 这个是绿 青绿 这个绿色和红色的色调 还挺适合他们各自的主演的 对对对 其实刚刚打伞 我想起了羊羊上一部打伞的那个 等一下 哦他好美啊 但是我感觉他跟那个 仪恋关山 仪恋关山差不多就是颜色不一样 刚刚的是 哦吴玄宜 诶 在后面很好 我看有沈云也好乖哦 陈雨琪 他到时让我看看 他把眼罩拿下来什么样子 其实我觉得这两部装造都还不错 就是感觉有的镜头会比他们本人更好看 梦姐 哦彭霄然也好看 哦中间丑也好看 也好看 就这样就称的这个男主角 确实是一个普通 开手头的 就有点像去年的灯围的那种感觉 就是没啥骗子 但是确实也是帅哥 帅哥 对也是帅哥 也是帅哥 帅哥 你的本性比姓名更重要 哦哇他打起真的好看 他里面色调搭配的也还挺好看的 那张云龙是可以告诉我他怎么从白发变成黑发的吗 挺好的 烂的 你看一般下班的时候大家都脸上都很欢 因为我没有看过原主 我也没看过原主 所以到时候叫给大家了 就从视觉上来说就都还挺好看的 视觉上我也觉得装造不错 但我看见他演员表里面 爱豆挺多的 爱豆的脸好看 但是我不知道他演出来怎么样 我希望不要再是一部那种装皱让我们觉得好看 但是实际上又给我们一模的那种写真纪录片 对 他的主演是赵丽颖和林更新二大什么 赵丽颖是这部剧的监制啊 对对对 他的导演是邓科 然后也是最续和折腰的导演 当时折腰跟这部剧的预告同时出来哦 邓科还着骂上了热手 因为与凤行的调色 滤镜都明显的不如折腰 有没有可能是因为男主角可能好看 折腰的男主角是刘雨玲啊 我想表达的是就是林更新比那个刘雨玲 好看一点 所以说那边的滤镜用新一些 后来折腰就真的折了 他们就说导演你压错饱了 他的原著和编剧都是九路飞香 他的剧情的话 女主啊 对 女主是魔戒将军 原生的是一只凤凰 男主是世界上唯一的神 诶 啊 哦好 你对 我好去 好去 女主逃婚受伤之后落入坊间 被商贩当成了鸡 拔光了身上的毛 这个有点泥服 哈哈哈 男主在人间的小号外把女主买回了家 两个人的相处当中就 健身了那个情愫 但真的很奇怪 男主在人间把一个 拔了鸡毛的鸡 带回家了 竟然不是想把它吃了 竟然是和他暗生情愫 不是 应该是他 他是他知道 他的那个吧 不知道 他只是想买一只鸭 我不知道 大家跑的被罢了 不知道具体发生的什么 不是他们仙剑也催婚了 啊 不知道为什么现在的仙剑老是要结婚啊 这种 甚至去年那个省女还拉屎的神仙 这种 这里就是拔光了毛的鸡 哎呦 哎呦 哦 所以他就穿着白衣服 跟我想的不一样 哈哈 以为是真的的鸡拔了毛 你要死了吗 他卡在嘎子窝 那你教教我这两个鸡 等一下这个赵丽影是配音还是他的原声啊 配音啦 怎么一点都不搭呀 怎么又是乔诗语啊 刚刚换个地步 又是边疆 都是些俗人啊 哈哈哈哈 我的眼睛跟我的耳朵看的是两部剧 我有点担心 最后会不会变成尤肥 哈哈哈哈 因为刚刚他那个舞打的动作 有点尤肥的感觉 而且在我看到那个狐妖小红娘的这一系列 我再看这个我觉得 我看得很辣 而且我看了前面两部剧 我再看这个我觉得他们的一个好素 对 又回到了 而且你看他这些刺激又感觉很辣 哈哈哈哈哈哈 我是个搞笑的啊 哥大吃饭啦 那其实从内容上看感觉就是讲的日常户怼 应该还没有展开吧 特别看了前面两个突然觉得这里人好少 对 就是两个人单一的 是一点心意都没有啊 对 而且画面 编剧导演看起来都不是很靠谱 剧情也很套路 将就看一下 有没有可能他的重点不是 只是因为他想监制一部剧 哦 哦 就是想尝试新的身份 身份 哦 那也不是不可以 你加油哦 练无双 主演是唐嫣 刘学义 郭晓婷 王红义和周柯宇 改编自小说天下无双 女主是神女 哦 好多神女啊 每一部都是这种啊 我真的神美疲劳了 然后为了取回男主体内的神器 神之左手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为了取回男主 哈哈哈哈哈哈 还有点意思 这个 取回男主 又回去了 大凡刺杀男主 混入他的身边当侍女 结果看到男主明明有神器 还被孤立被欺负他 就心疼他 可怜他 心疼男人是会倒霉的 哈哈 毫无心意啊 看到这个导演 你觉得更毫无心意了 郭虎 哦 郭虎啊 我觉得他的镜头 应该会给我带来心意吧 哈哈哈哈哈哈 铃铛 我在哪里也看到过 多的疼 多的疼 都是假的 哦 这没有时间拍摄 对 等一下 烟子 你怎么长这样 我刚在防华看你 你不是这样子 哦 这个滤镜 这个滤镜 周鱼铭那个 也是同样的麦冰的 毫无心意 郭虎啊 你输了 你居然要拍这种美丽的镜头了 你没有怼着人家鼻孔 你在那里变了郭虎 你也想杀了我 然后躲着他 等一下 等等 等等 这是古装 这不是在拍剪真剪吗 他这什么就是他睡衣吗 不知道他是古装 就怎么来的伴娘服啊 哈哈哈 神之左手 需要人 没的 我都不认死了 哥 众如是音 但流血液黑色那套还挺好看的 我不是错 所有后果 我愿承担 苦苦意识锅 我都可以 真是你 哈哈哈 人家没那么丑的吧 我觉得现在都挺帅的 现在都挺帅的呀 我觉得他是个帅哥吧 哈哈哈 怎么变成普通人了呀 只能说有些人真的很吃装造 哈哈哈 六层处合 3 2 1 开始 他们这些杀青特徙 都像一个剪辑团队的 耶耶 BGM的用的差不多 哦 这个造型有点 显年纪 哈哈哈 那你觉得那个练无双 我觉得我前面几步我已经 我已经 耗掉了所有的精力 哈哈哈 感觉是 都没有兴趣 就是甚至想国家要做出台个政策版 先下去进了吧 现在我们进入第二个板块 终于不看那个 古偶了 好把它进了 我们看蓝品爽聚 哈哈哈 换换口味是吧 嗯 换换口味 现在看庆语年2 张若云 五年了 张无忌 终于有第二季了 哈哈哈 是原班的人嘛 但一些配角要换人了 颜冰云和叶灵尔都换了 也有新的角色登场 但我真的觉得这拖太久了 我都忘了前段 真的忘了 我 我只求第二季 不要很垃圾 这让我会 我会伤心的 哈哈哈 伤心的人就要别停满 下来就会录一下哟 化阶上回 哦还知道我们忘记前面的内容了 是哦 刚刚那是谁啊 李庆啊 对啊 李庆啊 他只是刚刚在镜头有一点点眼淡 好好好 还好他里面没有没有给他很大的磨皮 好久不见 哦 你还知道好久不见 他终于把头发梳上去了 发现我这辈子 其实我觉得王储然的严的话 我觉得还是挺乖的 好多人都是严的话 他还是挺乖的 但是他 但是他 那就完了 结束了 你憋了这么久 第二季就给我看个证 啥时候播呀 不知道呀 他都没定什么时候播 那我感觉现在溜我奔了 小黑去给同学试一下压嘛 我马上打电话 喂 QQ客服啊 我是你们的VIP客户啊 我是你们的新乐会员 能不能够给我把庆语脸往前提 然后我们现在来看大凤大根人 主演王鹤蒂 田兮薇 他们两个在星光大赏那个红毯上 拉手的那一下 黑顿还是磕到了的 就是还没播就先卖上了是吧 我感觉现在的人是一个男女 不我吃个人 他们两个物品 他们稍微拉一下 都能被人磕 这个电视剧呢 改编自卖爆小郎君的同名小说 男主呢在现代市民警察 穿越回大凤王朝呢 用自己的知识和推理特长 去帮百姓破案 我希望这部剧真的能够大改特改 因为原著的雷点特别的多 在蓝品里面都算是猥琐的巅峰了 那既然他就这么垃圾了 为什么要拍出来 他的导演呢还是邓柯 去年吴凤进主拍了三部剧 与凤行折腰大凤打根人 吴凤进主真的就先我们一步参透 工作的本质 打工罢了 赚钱罢了 项目越多赚钱越多 你究竟是何人 打根人 打根人 在普通话跟我们有的一些 关于地区 他这个里面好像还把他的设定设计 设在了四川 就是为了照顾王和他的口音 又是个搞笑啊 还是说四川话 他的那个感情更加充沛 台词都变好了 对 建议他要不就严方言句是吧 对就严方言句吧 我觉得四川话他说的好流啊 这英国人说他英语好好 公主长孩 好 上道啊 专正的生活作合 严谨 却又不失人性的执法态度 我现在看不出人的日子 究竟什么时候是个头啊 他真的很男性 就是一点女子的镜头都没看到 哈哈哈 这个镜头真的 这是姑姑吧 来了来了 哎呀好乖哦 哎他们用那个方言对话都没有 没问题 哎 天希威也能讲 我感觉应该是大改特改了吧 我竟然有一点点想看 因为我感觉标情 我觉得就是题材 他的人设也比较贴王和地本人 我们刚刚看这视频那个里面 就这个看起来就是让人最有兴趣 对吧 因为他不再是那个 看起来在耍朋友 就是感觉他有有主线 自己有事情做 只感觉耍朋友自己 一还其实就还好 你们天天上班还想看人上班啊 哈哈哈 大家看别个上班 总比自己上班舒服吗 这不太可以 这不比我想的好 最开始看简介的时候 我没有兴趣 但是看着这个画面 哎感觉还可以 都感觉应该不再是以爱为阴的那种了吧 应该也不再是玉龙的那种了吧 哈哈哈 加油啊王和地 你今年这个要是在 我真的对你就很难了 这只有靠吃杂串支持他 是吧 对 什么什么 凡人羞现在 羊羊 哈哈哈 羊羊的好吃 但是我之前看路透 好像这部剧造型挺好看的 之前羊羊在那个跟赵路斯的那一部里面 我们也说他的造型要看 耍那个扇子还是 那不已经拨了呀 嗯 铺得悄无声息了 对 铺得悄无声息 在那个里面羊羊脸也是好看的 哈哈哈 没办法 就是大型古装写真纪录片 耶 然后这个里面是羊羊跟金城搭 配角呢 有徐海乔 当时人间烟火出圈的时候 大家都说徐海乔收拾收拾 准备升咖了 哈哈哈 这部剧还在拍的时候呢 粉丝就不满意 剧本魔改啊 又希望官宣演员阵容的时候 要单独官宣羊羊 不能跟其他演员排在一起 反正那个场外绕麻了 当时羊羊老师还发了很经典的一条微博 都按经典 哈哈哈 他这部电视剧呢 也是起点文改编的 剧如其名呢 就是一个资质平庸的山村穷小子 努力修炼成仙的故事 我看到好多 嗯 羊羊老师去演资质平庸的山村穷小子 有点恼火 之前舞动前说 哎呦 我觉得很担心 他应该不会是那种装造吧 装造应该不是 我觉得不要演成那种夸张的表情吧 哈哈哈 他的导演羊羊的话 江夜和孟华鹿的导演 你不说他的内容吗 他的画面其实是好看的 所以我们演技还不错 演技咱们就不说了 哈哈 哎但他这个 镜头画面还是挺好看的 一股江夜的feel 扑面而来 但这个有点假呀 哎呀 哎这个好看呢 其他的 不说 在颜值该说不说 真的很可以 但是我觉得羊羊老师 和那个 箱子 箱子 不在搭呀 就是他现在没有去 做 没有耍帅 对没耍帅呢 他真的就很好看 但是你不觉得这个磨皮 可能也有一点 多 多吧 你的意思是什么 他剪中了没 他没磨没了 哈哈哈哈 他用了我们当时说的那个 那一块 微胶原蛋白填充贴 就是专门给咱们填皱纹的 哪里有纹啊 哪里有凹凹线线 哪里不饱满的 咱们就去给它填 看 瞬间就洗手了 在下 汪峰谷汉里 等一下 不是 杨阳老师 哈哈哈哈 等一下 哈哈哈哈 等一下 杨阳老师你把那个 喉鲁里的摩托车 先拿出来 不要这样讲话 哈哈哈哈 这个就是之前 那个呀 余政剧里面 丑出圈的 接着别个那么好看 余政你做的什么事 徐海翔 徐海翔 只有一个特别 就这么一个特别 他有情出演 那不好深刻吧 我们台都不知道去哪里接 他这个预告片怎么啥剧性 也看不出来 对啊 就只能看理想这样 对啊 他们觉得凡人休先 转的花 哈哈哈哈 我看不出剧情了 我也没有看过这个小说 我也看过小说 对 然后这部剧呢 是动漫原班人马制作的 出品方编剧动画 动作导演 特效团队都跟动漫是一样的 杨阳老师能不能一学前词 不知道网友的批评 能不能让他进步 好 我们现在来看 烈焰之五更迹 主演 刘嘉伦 行非助续 单言宽朱正廷 真的好看啊 言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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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竟然这么好看吗 我跟你说一部剧 对于我来说好不好看 它是两个维度的东西好不好 好看好看好吗 是的 我懂你 他这部剧呢 改编自动漫五更迹 男主呢 是人族的王子 国破家王后呢 沦为奴隶 要带领人族 反抗神族 给父母呢 和族人复仇 人族就只剩下他一个了 他是王子了 导演的过往作品呢 是乐游园 成员 请君 和招摇 哇很少上六分哦 都很难上六分 那我们万一他进步了呢 哈哈 万一进步了 他不应该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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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记者是一个王子 王子 王子 就是香港导演啊 哎呦 不过你眼睛 小郑东啊 哈哈哈哈 东哥你不要过来呀 过但是 他的那个造型很还原动嘛 尿签 神族占领我们新国 奴役万民 有我们将来的 那个那个 白色和吗 那个帅哥是谁 哈哈哈 帅哥 我们看着都好看的 对 那个白色是谁呢 看一样 有点像眼眶呢 不是眼眶不是这一点 眼眶一会就算出来了 那眼眶的好看 那他是谁啊 徐正希 诶 奖心在哪里 奖心在这里 这是他的原神吧 是啊 这还不是原神 怎么他的声音是这样 为什么 好难做特效哦这种 那个角色感觉 虽然不知道不蔓原版 但是感觉很还原来 二皇威 行为好看的呀 作曲单也好看 不 奖心好看 但是这个磨皮啊 其实确实是一看就是慢改的那种感觉 也不是那种清一色的树啊 这有的造型 这个造型不好看 他头发好刮皮哦 他为什么要在我们伤口上打员啊 他还有机会去追梦 我们连追梦的路子都不整个追剧 看完预告觉得怎么样啊 对不起啊对不起啊 大家这都带了本集了对不起啊 但我觉得就是任嘉伦 我就不喜欢他那个瓜皮造型 是 而且我觉得任嘉伦台词 就很奇怪 他以前说出的那几部 他是不是原神啊 他是配音耶 那几部那几部都是配的吧 我们现在看的是大理寺 邵清友 他也是慢改 他的主演呢 是丁与熙周奇魏哲明 人鸣在里面有客串 讲的是男主李炳率领小分队破案的故事 男主呢是一只猫 嗯 是个猫 哦 猴系男孩爆感猫系男主哦 这个角色的原型是 敌人节通天帝国邓超里面饰演的那个 陪东来 哦 是一个同仁漫画 导演过往的作品 有威与双飞燕丧时传家 哇 最高分在6.2 哈哈 那我来审判一下周奇的眼睛 之前我看他演的那个剧 我还觉得他眼睛都好 哦 那是那个跟爸爸的那个 你是 我是大理寺的人 我叫李炳 为什么不叫猫炳啊 可以变成猫 只有猫炳 所以就叫李炳啊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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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周奇是长得演技很好的样子 周奇演的很自然 我感觉这个也是属于说是奇形剧 加烫暗级上结合的那种 这种题材我最喜欢的 小红哥 哈哈哈 他是阿里巴巴 他长得是不是很像小燕串的那种 说青 你不是让我击晕他吗 让你闪他 哎 这个感觉一定好玩 原来开心的那种 谁要不给我扫朋友 我觉得 都可以看一下 只要我在 你们在 就没有像人分低头的导演 凭我们计格是属于我的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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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管时间过去多久 这女主角谁啊 人民吗 人民客串好了 客串 自由公道 是人是猫 我都是大理寺商亲 我感觉还可以 不过我感觉这种慢改剧 一般它的受众都不是原著分 大 哈哈哈 哦原著里面是猫头人生 剧情因为影视改编的需要 把猫和人分开了 该分开 现在看的是少年白马最春风 哦就你刚刚提的那部电视剧 对 那看我能不能认到胡莲 哈哈哈哈哈哈 这个里面的主演是侯明浩 胡莲心何语夏之光朱正廷和江振宇 哦都是些年轻人手 好多我们之前看的那个 他叫少年白马 哈哈哈 哦 就叫少年老马 哈哈哈 改编自周木南的同名小说少年歌行 也是这个作者写的 依然是热血武侠和群像 它的编剧就是原作者 导演呢去年的作品有夏花 当时我看这个的时候感觉 镜头还是挺美的 夏花我还是看 我之前看完了 哈哈哈 这张故事虽然有点奇奇怪怪 但是我觉得镜头很好看 这个胡莲心啊 这个啊 嗯 他把脸遮住了 我怎么记他 一会儿肯定会解开 哎他们里面的人好喜欢戴这个 口罩 哈哈哈 但是希望他应该是口罩 面罩取下来应该是个美女 不会是面具像是个丑子 哈哈哈 你在说谁 哈哈哈 我就是说他 你脸光山 哎这个也是个帅哥 这个也帅啊 这个也帅啊 这叫何宇吧 因为我能怀出吧 哈哈哈 不认识的就是何宇 哈哈哈 去年不认识的是邓伟 这是谁 这是那个江生雨 傻之光 这是谁啊 不认识 又是何宇 哈哈哈 不是 管他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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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该咖位不是很高 他歪了一下 你到时候嘴巴 平时都是歪的 他往另外一边 啊 对歪 哦 好大 哈哈哈 就就这样 哦 开始了 师父 这一次我见了江湖 一听就是侯面浩的声音 但侯面浩少年感 确实很 哎我喜欢这种题材耶 那种行手江湖的上女意气风发 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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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不出来讲的什么 只能觉得好像 他感觉装造也是挺用心的 如果有点怀疑就不用说 哈哈哈 就看不出来是什么 看不出来是什么 没事这个反正我会去看 到时候看好不好看告诉你们 好好好好的 好好好 年轻生花是什么意思 年轻的小生和小花 我要怎么跟你解释年轻生花呢 不是 为什么我会提这个问题呢 是因为你记得这个板块 为什么出来的流光影族也是张汉呢 哈哈哈 他们说年轻生花 跟张汉 哈哈哈 有什么关系 你让我怎么去理解这个年轻生花 因为他们说朱细丹年轻 哈哈哈 所以说张汉老师扒了一点朱细丹的瓜 哈哈哈 谢谢哦 改编字小说 独宠拥兵王妃 嗯 你听这个名字 哈哈哈 武力汉宗 这部剧压了两年了 哈哈哈 还没播 今天我们看到的就是有个订装视频 土味小物料 但 杀伤力很大哦大家 注意点哦 杀伤力很大哦 压了两年 你就再继续再压 哎 这就心动了 哈哈哈 没有 这就心动了 这就心动了 我刚才 我刚才看到那个字体可能心动了 可是汗中出来我心就死了 咬尺 我其实很讨厌那种白头发 黑眉毛呢 不理解啊 我不理解 你凭什么这个毛是白的 但这个毛又是黑的 他这个还乖一点 哎呦 这是什么叔叔和子女的爱情 哎 他们这一段什么东西啊 好像自己在家里面找一个白墙 买一个彩色的灯 就在那里拍一段 真的 我看到这里 你让我怎么去理解年轻生活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他的脸看住 真的 哈哈哈哈 哎呦 他又划船划到这里来了 其实真的可以再压一下 继续压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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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家齐天大神的压500年 你可以再压压 还有啊 像他们那个小土骏 哎 我有个超能力 你想知道什么吗 是什么呀 我超喜欢你 我超喜欢你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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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听完了 还是玩的 你玩的尔毛啊 我感觉出去 但是眼里是害怕 充满的出处可恋的害怕 好了感觉下一个 感觉下一个 太累了 他不就如果上了 我觉得应该是影视 他不就会团件了 现在看的是 永夜星河 又是电影戏啊 电影戏 是余苏星河 和丁雨昕的二搭 还挺喜欢挣钱的 余苏星 但虚海桥也喜欢挣钱 你看他们不喜欢挣钱吗 改编自小说黑莲花攻略手册 是女主意外穿梭 需要攻略男主 这个绅士神秘的并交少年 跟他一起闯关捉腰 其实当时余苏星跟丁雨昕 一搭那个月光编奏曲的时候 其实觉得两个人还挺有CP感的 就两个小玩儿点刷朋友 那个七世吉祥的时候 他们不是有一个团宗吗 那个时候就是那个锦炎盛行 就出自这里 你心里到底想的是谁啊 你心里在想的是谁啊 这不就来了吗 这是哪儿呢 不是吧 他怎么又是 他怎么这么做 其实我能忍受他一部剧做 二部剧我忍不了 三部剧更忍不了 我对他什么皮了 太疲劳了 天哪我的眉头 他还在干嘛 你已进入 以小说捉腰为蓝本的平行事件 从现在开始 攻略的那个剧本啊 你什么要不爱这个 我要出去 他 他这个 演的未免也太 怕了 怕 他丁雨戏在这边也还挺好看的 是电影戏之前在那个七四几枪里面也还可以 在这里面好好看的哦 好好看哦 呃 陈珠玲好看 真的好看 哦 真的哦 陈珠玲的路子真的可以 就是去各种区里面演 配日 还有 już 要演ок 又不用抗拒 然后又没 喔 直接冲牙 又是他 他也挺爱挣钱了 stretched 但是王耳舅 他的戏特别多 这部又骷到了他又要上微博 要看他 再来一条 还有吗 你看他们明明可以不用加的 哦 得要情绪再起来一点 对呀 为什么要加呀 怕然后我就弹到那里 其实近江有很多这类的了 而且之前在那个晨光游戏 有玩过这么多 我对这类的剧情也一般呢 下一位选手是七夜雪 主演是李沁和曾顺希 这是把郭敬明缺曾顺希的血 又给他送回来咯 改编自苍越的同名小说 女主是个神医特别怕冷 男主是个剑客 男主为了给初恋的儿子治病 找女主求要 在相处中互相救赎 但因为各自背负的责任 而难言爱意 最终只留天人永隔的遗憾 哦 这些怎么这么的事真相识 我在那个女主是神医 他怕冷的时候 我就觉得可能会有个 充电牌的设计 然后在那个男主是剑客 他又为了初恋的儿子治病 没想到还是个天梗 导演之前经常跟郭虎合作 莲花楼和陈香如蟹 都是他跟郭虎一起指导的 发挥挺不稳定的 哎哟 李沁好乖 李沁这个里面眼带你就没了 这魔皮真的 这也是实景拍摄 他雪地里面他有反光 本来里人有法律文 他上面染了白的光明的法律文 人家是都没了 你去雪地里拍 我们看看黑皮的雪地里拍 是什么效果 这里面支随器装作还可以哦 好像那种雪糕的 我当时也是说天成雪 完了 这就结束了 哦 谢谢你 风光大片 苍越上一部影视画的是 静双城 它怎么也不能比 静双城再差 静双城是苍越的 耶 晚节不保 四目相对 眉目传奇 现在看的是柳州记的 《沙青特辑》 主演张婉毅 王楚然流令之常花生 改编之小说 交场 女主是个土匪头子 男主是脚匪的 女主某天深受重伤 遭男主救下 醒来后 失忆把男主 错认成了国内夫君 啊 两个人假戏真做的故事 啊 啊 女主开瓷器店 做生意 后头还跟着男主 去驻走边关 她首先是匪 后来又做生意 最后再去边关 就是人生在于多场次 哈哈哈哈 我还挺喜欢这种土土的剧情 哈哈 有点想看 啊 让我评一下 OK OK 没有剧情看来 嗯 《沙青特辑》 行 我期待的什么土匪头子 都没有 深受冬争被拦阻救下 这些怎么都没看到啊 我们不看这个介绍 完全看不出来 他是个 而且巨手边关也没有看到啊 而且他做生意也没看到啊 女主开瓷器店 就看到他们两个拉拉手 拉拉手 就只看到假戏 真多 是的 我们现在来看的 还是张文艺的古装剧 叫锦绣安宁 他跟人敏和刺杀 改编自首辅养成手册 男主是女主的哥哥 后面会揭晓 是没有血缘关系的那种 他就喜欢演这种哥哥是吧 张文艳 你别演这种了吗 我真的对你有绿子吗 我当完男小三 又来喜欢妹妹了 跟贝德文学 杠上了是吧 援助男主帮女主开店 做生意 女主鼓励男主考科举 长风度是不是也是个剧情 明明 人敏 你这个剧要是装照 让我来看看装照 让我来看看装照 你这个装照要是不行的话 又是铃铛 是的是的 屈膝的铃铛开场 他造型怎么又很像 这万一的古风造型好单一 人敏 这个里面造型是有点好看 好看的 重新又回到了公主的感觉 他扭过来 我也别问他 我直接一把抱住 我一把就抱住了 他说这是另外的价格 哈哈哈 然后那个 他就这样 他对 嗨 嗨 你们靠这么近 刚刚没发现呀 哈哈哈 两个人靠这么近 上一上的发现 他还要假装不兴死 做做 但是我觉得他们两个 我反而觉得有一点点 CV感 这感觉两个段挺可爱的 走 这个导演也是一连三部 无缝禁足 跟郭虎学的吧 下一个 流水条条 主演任嘉伦 李兰迪 徐正希 张亚清 改编自同名小说 原著男主为了复仇 潜伏在皇帝身边 当过男宠 啊 这么刺激啊 最后跟皇帝同归于尽了 啊 哈哈哈哈哈哈 女主怀着男主的孩子独活 哈哈哈哈 他不是给皇帝当男虫吗 他什么时候又和女主有孩子了 女主前妻天真烂漫 身心被掠 又被喂毒 又被掐脖子 又是各种的受伤 老惨了 我真的很讨厌掠女主的电视 为什么要去掠女孩子呀 他不是复仇的人 不是皇帝吗 应该掠皇帝呀 导演去年的作品 一念关山 救命 哈哈哈哈 怎么又救导了 这些导演就是这些 都是这些导演啊 他们一年拍多少下 演员都在轮换 为什么导演不换换啊 看来他们男主女主 男二那种三角力 很胶着的样子 我先给个差评 我没看到皇帝 哈哈哈哈 我也怀疑你们乱找的那个原著 给我一杯 滴滴滴 仙剑六起今招咱们看看 主演 余苏欣和许凯 我不聊了 我不带这么玩了 我对他其实没有什么太大期待 不心魔呀 这是谁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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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饭一起吃 有家一起打 也是那种几个人一起闯江湖的 仙剑嘛 仙剑的那个嘛 这个是有原游戏的 对 有游戏 怎么又是这类剧情啊 怎么又是这样的表情啊 要不余苏信还是跟郭静凌绑定吧 至少在他那不佳 在我印象中仙剑是俊男美女 但这部不是 审美降级的好严重 我真服了 我真的是摇头 剪辑完成时 他的预告上了 感觉还不如杀青特辑 好了 以上就是2024代播古装剧的全部预测了 等一下 是不是还少了好多部有 那没有办法的嘛 有些剧天天路透住在那个热搜上头 结果我收物料 一个官方的预告都没有 连杀青特辑都没有 那个怎么 还有些剧演员不争气的嘛 我们也抬不上来啊 努力了 想看下期飞谷装剧预测的朋友 长按小母级 让我们连夜给大家干出来 喜欢我们 不要忘了点点关注我们下期节目 不见不散哦